那现在我们考虑怎么样计算二层积分 double integral 我们先讲double integral 在直角座表现下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这个二层积分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二层积分原本我们是用了计算区顶柱体的体积 那我们就从计算这个体积开始把它推导推导出我们一般的计算公式 从前画一下就没有画好 好,那么我们的坐标系是这样 这样 好,坐标系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z,这是x,这是y 那我们怎么样去计算这样的体积 回顾一下我们在求 这用definite integral去求体积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方法叫slicing 就是切片法 怎么切片法呢? 如果对任何的x 对任何的x 它跟x等于常数的时候 我们会跟这个立体会切出 会切出有一个解面嘛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给这个柱顶柱体切一道下去 假如说我们切出来这个解皮解面积 这个ax我们都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ax 那么它的这个体积是积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再在附近切一道 切一个很很很薄的一片 很薄的一片 那么这个delta vi 就是我们axi乘上delta xi 这近似的 因为我们xi心吧 因为我们在中间 我们如果这是xi 这是xi加上xi-1吧 这是xi 那么中间是xi心 那相当于是我们在这去高 在任何的 我们去xi的话 xi心的话 那么我们得到的是这个的面积 那么面积乘上它的厚度是delta xi 那么所以的v就是delta vi加起来 那近似的就是求和axi心 再乘上delta xi 然后再把它画得更小 就是再去极限 就是v就是limit 这是delta xi 这个是delta xi 是delta xi 它实际上就变成了定习分 A到B 这是ax乘上dx 这是我们用这个切片法 我们求出如果这个平行的截面 截面积是知道的 那我们是可以算到A到B 这个是AX乘上DX积分 那问题现在我们AX 对任何的固定的X来说 那么AX应该是多少呢 那我们假如说这个区域D 如果D是写成这个样子 是XY 这是X是从A到B Y是从G1X到G2X 也就是说区域D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G2X 这是G1X 那么固定 那么固定在X这一个点 那么我们固定X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AX要等于多少呢 那么固定一下X以后 那Y的上线 那也就是说这个切面的面积 这个切面的面积 这是AX 这是AX 那固定切面的面积 这个是相当于X是固定的 X固定的 那么这条曲线是变成什么呢 Z等于FX X是固定的 我们去求它的面积 这个面积不就是积分吗 就是FX 这个是关于Y积分 因为它的X是固定的 Y是变量 那么Y的下线和上线是多少呢 那么X固定的话 那它因为这曲线是G1X和G2X X固定了 X如果固定了 那么Y的下线和上线 就相当于这根线是这根线 也就是说这根线就是这根线 所以它的下线 Y的下线是G1X 因为这是G1X 上线是G2X 所以我们这样分析了以后 我们就得到了V 是A到B AX是从G1X到G2X 然后FX Y 这是固定了X的 对Y积分 然后再对X积分 这个 这个是AX 那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写括号的 而是G1X到G2X 然后FX 然后先写DY 就表示先对Y积分 再去对X积分 这是我们 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给出的一种计算方式 就是划成二次积分 那我们看一下 不同的区域 我们的划成二次积分的方法 我们第一种区域 就是我们刚才推导的 这如果是D X是从A到B Y是G1X到G2X 也就是说 这个区域D 可以写成什么样呢 XY X从A到B Y从G1X到G2X 那么这个 2从积分 Double Int 就写成 X是从A到B Y是从G1X到G2X 然后是FXY D Y DX 这种区域叫做XType 区域 XType 那我们怎么样确定是XType呢 那XType它的意思就是 它的边界曲线都是Function 它都是X的Function 它都是X的Function 那我们看 这条区现在Y等于G1X 这条区现在Y等于G2X 这是X等于B 这是X等于A 这个我们没办法 X等于B和X等于A 这两条直线 我们没办法用Y等于什么函数来表示 我们只能用X等于A和X等于B 所以这个四条曲线 这个边界曲线 四条曲线都是X的函数 都可以写成X的表达式 那么这是XType 那么第二种情形 就是YType 这是X是从H1Y到H2Y Y是从C到D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Y从C到D 这是H1Y 这是H2Y 这个叫做YType 那么它的Boundary是Y的函数 Boundary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先积分X C到D 这是H1Y 这是H2Y 是FXY DX 然后再DY 那么第三种情形 就是我们这个Properties 这个Double Integrals Properties 和Double Integrals里面讲过的 如果D可以写成是两个区域相加 但是当然这两个区域除了边界以外 它们是不相交的 那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那么这个就应该写成两个区域相加 就是说他们的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不能用一个表达式来表示的话 就要分区域 如果说你会发现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是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要去把它分成分解成这个区域 这是 那么不管是X Type还是Y Type 我们都需要分区域 如果它的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不一样的话 好 那我们要首先我们就要分清楚 实际上是X Type和Y Type 需要我们自己去确定 有时候要根据图形 我们要看出它是Y Type还是X Type 那我们来看两个例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题 我们积分 这个D是有两条曲线围成的 Y等于根号X和Y等于X平方 那对所有的这个二重积分我们的计算 我们都是这样的步骤 第一个是我们要先划出它的图形 先划图形 先划图形我们才知道它是X Type还是Y Type 而且还要知道它是它的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那么Y等于根号X 那么Y要大于0嘛 那就是这一条 是Y等于根号X 当然曲线本身也可以写成X等于Y平方 当然Y要大于0 然后Y等于X平方 就是这条抛物线 这是两条抛物线 那么它们两条抛物线所围成的 那么它们所能围成的V的部分就是这一块 这是Y等于根号X 这是Y等于X平方 那么怎么样去找它的上下线呢 我们通常是 这是Upper and Lower Limit 那么通常的做法是 我们把这个区域 这个region写成一个集合的形式 那我们先看 在我们这里 我们既可以看成是X的Type 也可以看成是YType 因为这个是Y等X平方 你和Y等根号X 我们可以看成是XType 所以我们先积分Y 那先积分Y 我们怎么样确定Y的上下线呢 那我们画一个平 画一个平行Y的 画一个平行Y的箭头 那么箭头前方的曲线就是Y的上线 箭头后方的曲线就是Y的下线 所以Y的前方是这条曲线 前方是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是Y等于根号X 所以是根号X是它的上线 后方曲线是Y等于X平方 所以X平方是Y的下线 然后我们看X的值到底是在哪里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这两个焦点 X的上下线就是它的X的最大最小值 也就是X上下线我们怎么确定呢 我们把这个箭头 我们在这个平行Y轴的时候 我们移动 沿着X轴移动 那么X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就是它的上下线 那么最小值和最大值就是这两个焦点 那么Y等于X平方和Y等于根号X 它两个焦点呢 就是0,0和1,1这两个焦点 所以X的上下线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1 那这样的话 它的integral Y X根号Y X根号Y DA X是从0到1 Y是从X平方到根号X X乘上根号Y 然后DYDX 根号Y 根号Y 就是Y的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是我们Y的二分之三次方 积分出来是Y的二分之三次方 然后除以三分之二 然后Y是从X平方到根号X 然后DX 我们带根号X进去 那就是根号X的二分之三三次方 也就是说 我们把三分之二放到外面来 那就是X的四分之三次方 好,X平方带进去就变成X的三次方 减去X三次方 DX 那我们再把它分开 0到1 X的四分之七次方 减去X的四次方 好,DX 积分出来 积分出来 四分之七次方 那么就是X的四分之十一次次方 当然还要乘上十一分之四 好,这是第一项 减去五分之一 X的五次方 好,0到1 三分之二 带1进去的话 就是十一分之四 减去五分之一 带0进去就是0 好,那是 我们写到下一行 那就是三分之二 十一 那就是45 55 这是55 55分之二十 减去十一 好,等于三分之二 乘上55分之九 好,约掉就是55分之六 好,这个是我们用YType算出来的 好,我们这是第一 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用XType来算 先积分Y是XType 也可以用YType来算 那这是Y点X平方 交点 Y等于根号X和Y等于X平方 还是得到00和11这两个交点 这是Intersections 那我们如果用XType 用YType 就是Y等于根号X 就是Y等X平方 反过来 这个是X等于根号Y 而这个是X等于Y的平方 那我们要先积分X 那怎么样去确定它的上下线呢 那我们就要平行X轴画一条 箭头 那箭头的前方始终是这样 箭头的前方是上线 箭头的后方是下线 那么X的前方 前方是这条曲线 那么这条曲线是X等于根号Y 所以是它的上线是根号Y 后方是这条曲线 后方这条曲线是Y等于根号X 也就是说X等于Y平方 那Y的上下线还是01 因为我们从这焦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Y的下线也是0 上线是1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积分X根号Y DA就是Y是从0到1 先积分X X就是从Y平方 到根号Y 然后X根号Y DX DY 那么X积分出来 是1分之1 X平方 从Y平方到根号Y 然后DY 我们把1分之1拿出来 0到1 好 根号Y 那么带上下线进去 根号Y的话 带到X平方里面 就是变成Y 那么Y平方带进去 就是Y的四次方了 好 DY 我们把它拆开 Y的二分之三次方 减去 1分之1 那么Y的二分之九次方 好 DY 好 Y的二分之三次方 就变成了Y的二分之五次方 那么还乘上五分之二 再减去 Y的二分之九次方 就是我们先是Y的二分之十一次方 然后乘上十一分之二 然后带0和1进去 二分之一 好 带1进去是五分之二减去十一分之二 带0进去都是0了 呃 这是两种 嗯 类型的 我们都可以用 当然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要先看一下 用哪种方式比较好一点 这是第一个题 那我们再看 第二个题 我们求这样的积分 D E的 X加上Y DA 嗯 D等于什么呢 D等于XY 这是X的绝对值 加上Y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1 那这个 我们怎么样算 好 我们第一步 永远是画图 画图以后 我们才知道 它是X type 还是Y type 还有 还可以看得出 它的 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那么X绝对值 加上Y的绝对值 在第一个向下里面 X Y都大于0 所以是X加Y等于1 我们先看边界 小于等于1嘛 我们先看等于1 小于的话 那我们就是在下方了 好 第二项目是X小于1 那么就是Y减X等于1 也就是说Y等于X加1 这个是X加Y等于1 这是 这是Y等于1加上X 然后第三项目 两个都是小于0 那么就是X加Y等于-1 好 那这是等于1 等于-1 就是在这儿 它们两个平行的 差两个点 差2 这也差2 然后是 第四项目是X减Y等于1 叫做Y等于X减1 是这样的一条线 好 是一个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 在它的区域 我们 我们不管 在这里 我们发现 不管我们是先积分Y 还是先积分X 我们看一下 不同的区域 它的不同的地方 给出的上下线 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先积分Y 那要分成两部分 先积分X也要分成两部分 好 我们可以用 把两种方式都可以试一下 好 我们先把 我们先看第一种 好 第一种情况 那我们先 先看成X type 也就是先积分Y 先积分Y 我们可以把D分成 D1和D2 D1是左边部分 D2是右边部分 那么D1是等于XY 好 这个是X加上Y等于-1 这是X减Y等于1 也就是Y等于-1-X 那我们看第一部分 那上线 Y的上线是 我们平行Y轴嘛 那么镜头的前方是1加X 后方是Y等于X加Y等于-1 也就是Y等于-1-X 那么X的上下线呢 我们看X最小值在这 这是-1 最大值是0 是这一条线 过了这条线 后面 那个右边 我再往右边 它的上下线就不一样了 那么D2是XY 那么X我们可以看得出 它是从0到1 那么Y的上下线呢 我们在这儿画一个平行Y轴的 那么上线是X加Y等于1 也就是说Y等于1-X 上线是 Y等于1-X 那么下线是X-Y等于1 也就是说Y等于X-1 所以我们 这个积分 X加1的X加Y DA 我们写成是 第一上的积分 加上第二上面的积分 有时候就简单的 有时候就简单的这样写 X加Y DA 那么第一 第一就是我们是从-1到0 Y是从1-1-X到1加上X 然后E的X加Y DX DX 好 从-1到0 当X看成常数的话 那么这个没有影响 就是E的X加上Y Y从-1-X到1加上X 然后 dx 带上下线进去 然后还有一部分 这是 往写 还有第二 第二是 从0到1 y是从x-1到1-x 1的x加y dy dx 那么 x看成常数的话 这是1的x加上y 从-1-x到1加上x dy 好 这里也是一样的 1的x加y 这是从1-x到x-1 然后 dx -1到0 1加x带进去 是1的2x加1 -1-x带进去是 1的-1 好 d 这是dx dx再加上这边 带1-x进去 0到1 带1-x进去 就是1的1次方 带x-1 是1的2x-1 然后 1的2x-1 那么积分出来 2分之1 1的2x加1 2x加1 减去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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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到0 再加1 再加上这是1的2x-1 再加上这是1的x-1 1的2x-1 这是从0到1 好 带0进去 是1的2x-1 好 带1-1进去 带1-1进去 是1的2x-1 再加上1分之1 就是1 也是1的2x-1 后面这一项 带1进去 是1减去1分之1 带0进去 是0减去 1分之1 1的负1 2分之1 1 这是2分之3 2分之1 1减去 2分之3 1的负1 再加上 1减2分之1 1 再加上 2分之1 1的负1 好 那这两个就变成 一个1的负1 好 这两 这三个就变成1 所以是1 减去1的负1 这是直角坐标下计算二重积分 那么如果说要 我们第一个题里面 我们既用了X-type 也用了Y-type 第二种积分 我们是给积分区域 要分区 要分区 分成两个区域来算 好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计算二重积分 计算这个Double Integral的时候 我们都首先要画图 画图你能够确定出来 它的上线 它的upper limit 这Lower limit 还有就是确定它是X-type 还是Y-type 这就是 我们直角坐标 细下计算二重积分的方法